视频中被嘉宾老师轮番斥责的男人名叫王刚 因为女友小婷意外怀孕 所以她希望能和男友早日登记结婚 但小刚得知后不仅没有爽快答应 甚至还悄无声息地躲了起来 这让小婷十分疑惑也很不理解 于是为了腹中的孩子 她急忙找到节目组 希望男友能当面跟她说清楚 那么小刚为何不愿和女友小婷结婚呢 而腹中的孩子又该何去何从呢 面对主持人的询问 小婷一再坚持自己结婚的想法 一来是自己真的很爱的 二来是孩子也需要父亲 但小刚则用经济收入敷衍了过去 可看她欲言又止的模样 让众人感觉这不是真正的理由 而接下来小婷的话则是验证了大家的想法 我呢是偷朋友还有我的家人 给她介绍了好多好多类型的工作 但是她总是干两天就没影了 三天打鱼两天赛宝 我感觉她就根本就不想干活 她介绍的工作就是夜店太晚了 天天熬夜我身体熬不住 所以她介绍活根本干不了 你说干夜店不行 那我又偷朋友给你找菜商场卖衣服 你不也是干两天就没有影了吗 商场卖衣服那从早上站到晚上 那谁能站这么长时间 我血压也低根本站不住 那你就是为了我 为了孩子总应该坚持一下吧 不应该就两天就没影了吧 我正常血压 我低压四十 我高压四六十的 我怎么可能站住呢 对于男友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行径 小婷真的是忍不住去拆穿的 从他们在一起的这四年里 她不知道为男友的工作操了多少心 但男友始终一副少爷的做派 不管什么工作都干不到满月 不仅如此还总是挑三拣四的 但男友小刚却不满女友的满月 直接就忍不住同他辩驳起来 听着他那让人无语的理由 主持人都出言讽刺了一番 我们是不是也给您拿一把凳子 我怕你在这儿晕了 我们可负不起这责 这个站站得住吗 一开始可以 后边我股息肯定是站不住 那我们就抓紧吧 你们双方父母知道你们俩的事吗 他的父母还有我的父母 都是没有太大意见 都很希望我们在一起 很希望我们结婚 那就办了呗 我是个有责任的人 我希望婚礼办得非常豪华的 我不想简简单单把这婚礼给办了 再说现在有运气三个月了 再掏牢过度干什么呢 面对主持人和女友的逼婚 小刚急忙又为自己找了个理由 美其名曰是为了女友好 但众人有谁看不出她的真实想法呢 就是拖着不愿意结婚罢了 早知如此就别让女友怀上身孕了 但小刚依旧厚颜无耻地 装作为女友考虑 可女友小婷的一番话让她傻眼 我可以不摆婚页呀 我们可以简简单单 拿一个结婚证就可以 但是我想给办个非常好的 没事 让孩子生出来了 孩子再大一点 让孩子给娘这个签婚纱 她就是特别大男的主意 什么东西她决定完了之后 绝对不会去考虑别人的感受 我从跟她在一起这么长时间 她从来不让我上班 不是 她也不工作 你也不上班 靠什么活着你们俩 靠她的父母 她就是属于现在的啃老族 她父母很有钱吗 也不是很有钱 但就是特别惯她 她想要什么东西 就会马上得到 由此可见 小刚真的是被家里给宠坏了 二十多岁的大小伙子 整日啥也不干 还逼迫女友一同辞职 整日靠着啃父母的钱生活 就这样一个男人 不知道小婷 是怎么有勇气 与对方在一起的呢 但小婷却表示 自己实在是拗不过男友 没有办法才只好顺从了她 但男友之后做的事情 真的让她想离开 有一次去买衣服 这件衣服一千块钱 然后她托人开发票 开了四五千的发票 回去问她的父母要 找她父母报销 父母都骗啊 不是骗 因为是我父母 告我买五千块钱的衣服 结果我买了一千块钱衣服 我就开五千发票 回去要了呗 那既然父母这么宠着她 你又要面子对吧 对 你问你父母要点钱 把婚礼办了呗 但是我现在问父母 一下要那么多 我也不没法张口 父母反驳我 因为我最近买车 刚买了车 完了有婚 不是 你说你接不了婚 养不了孩子 你买车去了 这是还没有孩子的时候 我不知道的时候嘛 这都只是买车 从我跟他在一起这么多年 他这个人特别随心 我换了一台车 开了两天 我不行 我觉得那个好 他会马上就去换 就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了 他就换车 来会儿换车 赔的钱都不止几十万 开不两天就换 听到小婷的一番话 众人对小刚简直恨得牙痒痒 就这么一个啃老族 是有什么脸面活着的呢 父母能养他一时 难道还能养他一辈子吗 可就在主持人提出 让他顺势而为 让父母帮他办婚礼时 又意外牵扯出了买车的事 看来这小刚 还真是一个长不大的孩子 对此小刚却不以为然 不两天也是半年啊 不就不两天啊 你这半年下来 你这车得赔多少钱 你算过吗 算过 你这次新买的车是什么车啊 这次是个话罐 这钱是自己挣的 还是爹妈给的呀 我这个钱是 有时候回家爹妈高兴了 提一件这个事 给天啊两三万换个车 有时候没有钱了 我就给车卖了 没有车了 让钱花了 然后回家再有 然后再买些车 我跟你说 你就败家子 他就一直这样下去 我就跟他的母亲说嘛 不能老这样关着他 后来我跟他母亲沟通挺好的 然后也不给他零花钱了 因为我觉得他总要学会自主自立嘛 这总是花父母钱什么时候能长大啊 等于他现在的钱被他父母断了 是这意思吧 对啊 现在就跟他说了 我现在没有钱了 回家要一百块钱的困难 在小刚的心里 他俨然把父母当作了免费提款机 心里也根本不想着凭自己努力去奋斗 只一味的想方设法从父母手上哄钱 完全不知道责任两个字的意义 不过想来也是 就这么一个不负责任的男人 就算小婷傻傻的为他生下孩子 也是孩子的悲哀 但因为深爱男友 小婷还是和准公婆沟通了许多次 才劝说他们断绝男友的经济来源 可谁知这一段竟引来男友的极其不满 因为断我经济 我们俩就没有零花鞋 没有吃喝了 对 所以你们俩就不能结婚了 对啊 所以也不能养孩子了 是这意思吧 一半一半吧 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你好 你早晚会遇到这一天的 就算现在不怀孕 以后也会怀孕的 你总要学会自主吧 总要学会自立吧 我没说不自主 你自己连去站个商场 都站不了你能干什么 我没说我不自主 你得要去锻炼自己 你知不知道 你现在这份工作不适合 我现在还没走到适合我的工作 什么适合你啊 别吵啊 你不适合蹦弃啊 话说到这里 想必众人已听得很清楚 那就是在小刚心里 从未想过自立更生 所以没有经济来源 又怎能促使他和女友结婚呢 那这样一来 腹中的孩子又该如何呢 他如果不娶我的话 我也没有办法 这孩子我也要不了啊 现在不是娶不娶的问题 因为我们现在天天生活在一起 总要得娶他 对不对 这孩子的问题怎么办 孩子的问题啊 这个来得太突然 我还真没有想好 因为我感觉 生活这么长时间 什么时候结婚 我感觉都一样 因为现在生活在一起了 这是我的认为 所以你觉得 要不要那张正无所谓 不是要不要无所谓 这什么事领都可以 万一你说 他现在还这么年轻 现在把正领了 万一我将来 正是个不负责男人 对他也不好 那你是一个不负责的男人 我感觉我是 看他小刚多为女友考虑 孩子都有了 却还想着怕自己不负责辜负女友 真不知道小婷当初是如何看上他呢 这不妥妥一个渣男吗 那听到男友的想法 小婷对未来又是怎样打算的呢 我现在没有办法 我不可能孩子生下来没有爸爸吧 你家里的经济条件好吗 条件一般 你四年不工作 你父母没意见吗 因为我们回家都是装大的 他没觉得我爱我不工作 感觉好像挺不好的 生活也不好 我们回家一般都是很风光的那样回家 然后我父母就觉得 我现在过得很好 这钱从哪来的 我妈给的 之前我也跟他提过这个问题 比如说你现在条件不好 不想跟我结婚 又想摆得好一点 我也可以回家问我的父母要钱 但是他不同意 这是不可能的 我作为一个男人 我可不可能就要女方去要钱 我还能当个小白脸吗 咱俩都是过日子 这不是吃不吃软饭的问题 这就是吃软饭 不用讲了 我作为一个男人 不可能做了这一点 我做哪都要个面子 这个面子肯定是不能丢的 看得出来 小婷对男友还是抱有一次希望的 原本她为了能和男友结婚 想过倒贴只为了能顺利结婚 但男友一边啃着家里 一边还不想让她跟父母要钱 反正就这样拖着不去的 可小婷能等得了 孩子能等得了吗 事已至此 如果说小刚真的不愿意和小婷不如婚姻 那索性分开得了 那对于这件事小刚会做何表态呢 我不是不愿意 就是现在还没考虑好事情来得太突然 我感觉我现在承担不起一个家 突然还来了孩子 我养不起这个孩子 在主持人的眼里 小刚的行为是一次又一次的刷新着她的三观 既然知道自己养不起 那为何还要让小婷怀孕呢 怀了孕之后又不想负责 她难道就不怕遭天谴吗 但小刚似乎一点不慌 见状小婷便说出了自己最后的抉择 看得出来小婷对于爱情虽然盲目 但其实三观还是很正的 最起码她没有想着靠孩子让男友长大 但既然说到这里 那势必今天要做个了解 因为小婷腹中的孩子实在等不得了 见此情形主持人直接求助到了厂下的嘉宾老师 那他们在听完两人的故事以后 又会有着怎样的合理意见呢 小王你27了怎么还没完够 我说句实话你给我的感觉是一种长大不成人的感觉 因为他刚才大烟不惨的说我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人 我很无语男人顶天立地 我们要有担当要负责任 我们要有担当要负责任 你现在必须负责任 还有刚才你讲到了说我要给你一个豪华的婚礼 但一个女孩子告诉你 如果没钱扯一张结婚证就行 这是多好的一个女孩 有多少的男人求之不得 很多人不想啃老 没有办法 因为女方家庭要彩礼 要婚礼 现在女孩子说 只要你代我好负责任 一张结婚证就行 你看多好 小伙子我想提醒你的是 你真的病 因你的病 最好的办法就是结婚 结了婚以后 你有了压力以后就有了动力 你就不会像现在 27岁还到处在玩 好不好兄弟 好 谢谢老师 怎么谢我呢 谢谢谢谢 对于小刚的所作所为 于伯红老师真的是恨铁不成钢 作为一个即将步入而立之年的男人 必须要为未来打算起来了 所以他骨口婆心的劝说着小刚 好好反省下自身的问题独立起来 可让于老师没想到的是 原以为小刚在听完他说的话 会有所反思 却不曾想他竟嬉皮笑脸的敷衍起自己 看见这一幕 旁边的飞行嘉宾月红老师 则忍不住对他翻起白眼 随后更是站在一个母亲的立场 劝起了女友小婷 要我说啊 姑娘就算了吧 真的 这个完全从小到大 家里都没有教育好 没有责任 没有担当啊 就是造就是作呀 而且你跟他在一起四年 你都干什么了 我要是你的母亲 我早跟你急了 你不光是你爸妈的儿子 不光是你爸妈的女儿 你还是一个人 一个成年的人 就应该负责任 要去工作 去努力 要去奋斗 你现在这种行为太让人觉得不受人家尊敬了 一个男人 应该去想办法去努力的工作 挣钱不管你挣多少钱 自食其力 你要以后有责任养育你的父母 你的孩子 你的家人 就这你还能要吗 还有这姑娘哈 你这么小 你就跟他在一起混了 你年纪轻轻 你啥都不差 你也应该去有一个工作呀 去努力啊 去奋斗啊 我要是你的父母 你要跟这种人混在一起 我早跟你踢出去 在月红老师的观念里 女孩子一定要懂得自尊自爱 可小婷从一开始就失去了别人对她的尊敬 更是在未婚的状况下怀上了孩子 如果说小刚是个负责任的男人还好 可偏偏这就是个扶不起的阿斗啊 所以说趁现在还早赶紧断了吧 如果一旦让孩子在腹中停留的时间越长 他就会有不可预测的生命危险 那对此屈为老师又有着怎样的建议呢 我觉得如果你的父母现在在电视机前 看到你这么笑的话 他们心里会疼 他们关都不开电视 你现在可以说是即将当爹的人了 你还这么嬉皮笑脸 老师笑我也笑 珍重老师 这么沦落下去 你又是一个寄生虫 为你悲哀 其实我最为这个女孩悲哀 在屈为老师看来 小婷之所以走到现在这个地步 是因为她太容易被男友蛊惑了 没有一点自己的立场和主见 说辞职就辞职 说肯老就肯老 一味地听男友的话 直到事情发生到不可逆的地步时 才想起来改变 说到底她也是罪回祸首之一 所以在接下来的时间里 她希望两人都能好好反省下过错 考虑一下这段感情到底该不该继续下去 否则这一辈子算是白活 与此同时 涂雷老师也忍不住发表了意见 从男生表现出一些异于常人的一些表现的时候 我就觉得有些地方是我们不正常的 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这个男生一定有她的可取之处 这个女生才会这样爱的 她一定不像我们所想象的那么不堪 她的那些有益于常人的鼓巴掌笑 我觉得是一种伪装 她是刻意而为之这样 而且到了后来 当曲伟在说到这些事情的时候 当女生一旦掉泪 男生马上眼泪就掉下来 这个男人内心真正软弱之处 是自己的女人 所以我想真心地跟你讨论一个问题 就是你们俩上来之后让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 就是人为什么要生孩子 老人生孩子是为了养老 我们就要生孩子是真不知道 原以为小刚是真的不相负责 但没想到他实则是一个长不大的孩子 谈恋爱只是觉得好玩 从没想过如果有一天成为父亲会怎样 说到底这一切还是他的父母没有教育好的 虽然做儿子的再没出息 但作为父母还是会一如既往地对孩子好 可小刚现如今已经是个能明辨是非的成年人 不能再这么浑浑噩噩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图雷老师一番话说的清晰明了 也是小刚对自己的人生有了很大的领悟 如果说他现在想要改变还为时不晚 但最怕的就是小刚因为父母教育的缺失 这辈子就这么一味地放纵自己 所以只有他内心真正明白责任儿子 也就学会了如何做一个顶天立地的好男人 那话已至此 小刚是否能在最后及时醒悟过来呢 我不是不想结婚 我肯定会努力去工作以后 会给你带来一个非常豪华婚礼 我在这里对你做一点保证 以后我肯定会对你好一心一意的 把最好的全部给你 我想考虑一下 节目的最后小刚还是给不了小婷一个确定的答案 只是一味地许诺 可诺言若真有用 天底下就不会有那么多伤心的人了 或许是想通了一切 小婷做出了最后的选择 最终小婷还是选择了离开 而这对于小刚来说或许是一个姓氏 最起码他这次以后能学会成长 学会如何做一个顶天立地的男人 那么屏幕前的您又有什么意见或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